好 來看一下吧 我們今天要是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然後這邊呢 這邊呢 我們自己已經講過對不對 所以快速幫你複習一下 快速幫你複習一下 看這邊 什麼要是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來 第一個你看到這邊 重點1 來 第一個 旁邊畫一下 這個我好像有給你們講過對不對 我說 如果三角形ABC的話 然後呢 腳A對腳就是小A 腳B對邊呢 就是小B 腳C這邊小C的話 它會符合什麼規則 就是第三邊會大於什麼 兩邊自x 小於兩邊自和對不對 這個我寫給你看過嘛 然後公司得把他寫上去 就是A會大於誰小於誰 A會大於兩個相減 就是B-C 取絕對值 小於什麼 B加C取絕對值 這要什麼去 他會想去到兩邊自和 兩邊自x 這邊呢 是兩邊自和 好 把他寫上去 好 會的話來 我們要看那個題型E第一題 題目說呢 你知A B是5 B7是3 我先跟你講喔 這個單元拜託你養成習慣 我覺得要你的習慣是因為 文藝師先幫你把題目做了 好幾百題了 然後幫你揉索起來的 最簡單的方法 不會比這更快 會更正點單的方法 所以 第一個動作怎麼做你知道嗎 第一個動作 請你先把圖先畫出來 來換一下吧 來換一下吧 A B C 養成習慣先畫圖 不要一個就寫答案了 好不好 來第一個 他說AB等於5 想去 AB等於5 BC等於3 想去 AC不知道 AC寫上去 然後題目是問你 AC可能是多少 他就問了X 那你問你喔 你圖不好輸完的話 你答案不是輸完了嗎 是啊 來X怎麼辦 X大於誰 X 是大於2個相減 所以是大於5減3 小於什麼 2個相加那是5加3 所以很明顯 我的X該進來的時間 是2到8很好 對不對 然後用題目說 因為X是什麼 整數嘛 所以請問你X應該多少 是不是應該是3 4 5 6 7 對不對 這樣會了嗎 那是答案 這樣會 好 好這個禮拜提下去 這第一